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過去兩三天 義和屯息的抵制洋貨行動 終於惹來了外國的反彈 據最新的消息說 美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亞馬遜 打算 將所有中國的棉製品 都要下架 這次就認真是傑傑傑 因為在這個電商平台上 有超過20萬個中國賣家 現在忽然說全部中國棉製品都不能賣 只會導致他們賺取外匯的財路被堵截 這些就真的可以用搬石頭 砸自己的腳來形容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在今天的下午開始 陸續有大陸的網民爆料 說全美最大的電商平台亞馬遜 準備要將所有來自中國的棉製品 都要下架 即是不能賣 為什麼呢 原來也是跟特朗普總統有關 因為在今年1月13日 特朗普政府 宣布了 禁止從新疆進口棉花和番茄 因為他們指控 新疆出現了強制勞動的情況 現在亞馬遜 終於將這裡的命令確切執行 現在在網絡上廣泛流傳著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據說是亞馬遜 發給中國棉製品商家 那份文件是怎麼寫的呢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最近發布指令 禁止進口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所有棉花製品 該命令 是適用於該區種植的所有棉花 以及就是全部或者部分使用 新疆棉花所生產的產品 由於大約有85%的中國棉花 都是生長在新疆地區 任何從中國進口的含有棉花成品 都有可能被扣留 釋放被扣留的貨物需要證明 這些貨物不包含來自新疆棉花 目前有客人要求 每次出貨都必須提交一些文件 比如原產地證書 賣家的自我保證 是證明出口產品不包含新疆棉花 棉花的採購訂單和發票 棉線和棉報的採購訂單和發票 這樣搞的時候 即是要趕絕這些來自中國的棉製品的賣家 為甚麼呢 根本上他們就不能提供到這些 證明文件 就算打理說那些 棉花不是從新疆去生產 都不會有那些什麼文件 更何況如果是新疆生產的 你就不可能做到這些文件 出來 現在有很多中國的賣家 就已經在這裡鬼殺那麼吵 他們就在網絡上狂慎 說根本上是沒辦法提供得到 不包含新疆棉花的證明 結果他們在亞馬遜平台上所出售的棉製品 比如說那些浴巾 衣服 就全數是被 亞馬遜下架 就是沒得賣了 那這班人的財路就忽然之間 被打斷了 實際上來說 亞馬遜平台的影響力 就是非常之大 第一 它就是全美國最大的電子商務平台 將貨品放在亞馬遜上售賣 就能夠 接觸得到最廣泛的民眾 第二 就是近年來 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賣家 就不斷地湧向亞馬遜平台 在去年年尾 250萬個活躍的賣家當中 有20萬個來自中國 所以這個數量的增長已經是相當驚人 也證明得到其實有不少的大陸人 就通過直銷的形式 在這個亞馬遜平台上賺取美金 現在全部都不給賣的時候 當然 那些大陸的商家就斷然不會坐以待斃 問題就是 究竟他們能夠想到什麼的出路呢 本來這些產品全部都是拿去外銷的 因為大陸就沒有人會在境內 通過亞馬遜來購物 要買他們都是去淘寶、京東 現在當他們被亞馬遜封殺的時候 他們當然大可以去找一些替代的電商平台 但是那些平台一定會比亞馬遜 接觸的人數又少 活躍的用戶又少 這是必然的 第二他們就可以嘗試做一個線下的銷售 但是這件事對於那個基地在中國的賣家來說 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如果你說純粹在網上開一間網店 總之就是姜太公釣魚 願者上釣 你想買的就自己去買 買完之後他就寄給你 這個就是網購的模式 線上的模式 但是如果要發展線下模式的話 第一他一定是要一家實體店 你那裏的租金成本 是很貴的 大陸的賣家就沒有可能 貿貿然跨洋過海走去美國 不知道哪個城市那裏 開間分店 或者在租店鋪去賣東西 這個是不切實際 也是不可行的 第二 就是那些商家可以嘗試 將那些外貿訂單 原本是打算運作出口賣的 貨品轉為內銷 那麼問題又來了 因為內銷始終來講 你賣到一個地步 那些人搓得飽了 他沒得再吃 你搓他吃他也是吐的 他也是吞不到的 而且大陸政府 其實都不是很願意 看到你每次都將那些產品 出口轉內銷 因為你出口貨品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賺取外匯 每次都內銷的時候 只會淪為糖水滾糖漁而已 除非大陸真的很有決心 要搞內循環的經濟 如果不是 他們肯定就想把那些貨品 拿出去外國賣 就比經常都說賣給自己有 現在我們又可以看看 大陸過去那兩三天 就勇敢煽動那些民族主義情緒 好了 現在出之 國際社會就開始有所反彈了 大陸可能原先的想法就是 他們如果就這樣針對 某些外國企業 可能他們是認為吃得住的 如果不是的話 過去那兩三天的反應 就不會那麼激烈了 但是今天爆出了亞馬遜這件事 其實多少反應得到 美國是不打算就手旁觀的 當他們發現了一些狀況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手 現在很明顯 美國就是借用電商平台的手 來針對那些來自大陸的賣家 就是想堵截他們的財路 而且在時機上 又碰巧了大陸 爆發這個罷買洋貨的熱潮 究竟亞馬遜這件事 跟大陸現在發生的事 有沒有緊密聯繫呢 我相信是有聯繫的 不然亞馬遜早就執行了這個規矩 還怎麼會呢 現在才是這麼嚴格呢 現在這個嚴格明顯地 就是提升了要求的 當然美國早就在1月13日 已經有這個要求了 但是現在亞馬遜就說 要提供這個證明 那樣證明你提供不到下架 這個擺明就是收緊了的 好了 現在搞法的時候 到底 大陸方面又有什麼反應呢 環球時報很快就已經出了一篇文章出來 就說 美國政府之前的禁令 值得大家警惕 這樣 不過你警惕也是沒用的了 因為整件事其實是很取決於 究竟美國政府會不會採取什麼行動來回應 當然現在回應的 只不過是亞馬遜這個電商平台 但是亞馬遜背後到底有沒有美國政府的手影呢 我認為不多不少是會有的 不會說這個電商平台忽然之間要把你的東西下架 因為這件事是不切實際的 他也是打開門口做生意 整個平台出來等你 放些貨上去賣 你越賣得多 其實他所收的那個 手續費就越多 現在你賣不到的時候 對他也沒什麼好處 反而你也說 根據亞馬遜法給那些商家的那份信件 裡面說 有些客人要求出貨要提供某某文件 那那些客人到底是什麼客人呢 是不是 一般的消費者 他斷言就不會提出這些要求 所以我相信背後是會有美國政府的手影在裡面 劉錫進又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說 今次的新疆棉危機 將會成為 中國服裝品牌翻新的契機 胡錫進在這篇文章當中 就拿了汽車業作為借鏡 他說當中韓發生衝突那一輪 韓國汽車在中國的銷售就一蹶不振 另外在中日釣魚島危機之後 日系的高端汽車在中國的美裕就大受影響 德國車的品牌就形象全面鞏固起來 所以他就估計 這次新疆棉的危機將會成為中國服裝品牌翻新的重要契機 外國品牌面臨著中國市場的考驗 但是他拿這些 服裝品牌或者 就是波鞋的品牌 來對比這個汽車是多餘的 因為汽車是內用品來的 你一買就起碼用幾年了 十年都可以 但是他拿出來說的 現在這些是服裝品牌 買了那些爛鬼衫 爛鬼波鞋 那些只是消費品來的 穿多一年半了 波鞋的底下虧了 或者那些衣服洗幾次都會 是不是 所以根本上就沒得比較 還有胡錫進自己舉的例子 都是說 中外衝突的時候 外國品牌在中國的銷售 是會 差了 但是你說要中國的品牌翻新 其實 不僅是內銷的 你也是要出口的 但是中國的服裝品牌 首先我不知道有哪些是很名牌 是可以 外國人也是 很仰慕你的 是要 搶購你的 有沒有這個品牌存在 是不是 就算說 大陸自己本身是很名牌的 很多人追捧的 你一放去外國有沒有人買 你必須要在外國也有知名度 外國也有銷量 那你才能回到身 那有沒有這些東西存在得到呢 我就是有很大的疑問 所以胡錫進這些 其實也是發開口蒙的 就算讓你在內銷做得多厲害也好 你外貿做不到 一樣是沒有意義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